声音这个事情呢 我们准备通过古琴的音乐的欣赏来锻炼大家 因为我们这代人或者这几辈人 都是接受完全西方化的音乐教育 而且都是很凌乱的 我们喜欢听的都是催我们得病的声音 现在音乐有一个特点 它叫半音 在中国古代里面都不属于正音 什么叫正音啊 什么叫半音啊 我对音乐是个忙 因为我到现在你单拎出个三 发什么音 我得数 因为什么这里面这个细胞欠缺 我跟一些人接触以后我就问 我说什么叫半音 就是两个钢琴 黑键 黑键是正音 中间那个白键就是半音 用半音谱出来的曲子 全是吹人抑郁要自杀的曲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听吧 就是那种 我们就说 孔子讲乐而不淫 挨而不伤 什么叫挨而不伤 你听那种挨乐 这种 这种失恋以后 你要死要活那些东西 你不用听他歌词 只要这个曲旋律欲出来 而且又又把你打动的话 你你产生的那种效果 就是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专门有古琴鹤 交给大家什么这个十二律 什么黄中大律 爵志工商语 让大家以后慢慢就能听出来 这一听这声不对 我不听 因为什么 人在一种不好状态下 他特别容易 跟不好的音去产生共鸣 他会 你在那失恋阶段 就爱听一些这些的歌 你要能拔出来 这事就过去了 你要拔出来 这辈子永远这样 这上午我还治愈病人 这个病人 这个女的 岁数还没我大 一脸的那种 就是黑斑 被我治的 脑门这开打天窗 就这两块白了 我说你这有点像飞行员 这个人倒霉 那就是 这就背后有其他东西 先死了老公 然后他爸又死了 然后就是一大堆事情 他今天起针的时候 跟我说了句特别经典的话 他说 我到山里随便一扫 就能看见坟包 就是说到山里 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只要他一扫就能看见坟包 他说我到香山坐那个缆车 到什么地方坐那个缆车 往下一看就能看见坟包 你们看到的都是你们想看到的东西 是吧 所以好多唯物主义人跟我们争辩 我也不争 你认为对你就对 所以你听到的都是你想听到的东西 这时候呢 有时候我说命不可变 运可变 就是说你跟着有些 比如说正气足 或者气场好人混 你慢慢能把自己那个状态摆脱出来 如果摆脱不出来 那就永远就沉迷进去 所以生和阴这个事 我们通过恢复古典那种正生正阴 然后达到调大家心神的目的 觉知工商语分别入五脏 它有不同的影响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训练 气味这个训练 一个是烹饪课 再一个就是我们给你请了一个非常好的茶艺老师 桃子老师 我看谁都上茶茶茶课了 其实好像闹了二十多个人 以后大家咱们一定要限制数量 二十个人 剩下人往开排一下 影响教学质量 茶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 就是喝茶好像品茶的味道 不对 茶这个事情首先是茶的那种气味 茶气 绿茶是有香味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观音铁观音 乌龙茶也有香味 你最最好的香味是单从 单从那种花果香 蜜蓝香 水蜜桃香 那个东西很多人就喝茶之后就闻不见 老在那喝这个水 好喝 回甘 什么呢 那是味儿 关键要闻这个气 而且我告诉你们 不同人泡出来茶 气和味都不一样 你们将来可以做实验 你可以让桃子蒙上眼睛 你们每个人泡杯茶给他喝 你们每个人这个那个他都给你说一遍 什么叫茶道 通神的叫茶道 平常什么殊勤卑贱 这个什么的犀牛妄艳 真这么下三烂是吧 我看胡锦涛接待日本茶道代表团 人家在那正经危坐的 在那泡茶 是吧 我们这上进 这到那 都忘了谁是谁的祖宗了 所以茶艺课的训练 是希望你们通过战装的 这个培养破了以后 进一步去培养自己那种感 是吧 特别是对这种气味的敏感 对气味敏感以后 你会闻出人味 每个人的味道都是不一样 有些人一闻 你就不想dike他 有时候就走 有些人闻着 你就觉得 这人可以尝出酒 还可以用于相亲 还有人练的就想离婚了 为什么 过不下去了 他身上这个味我受不了 别讲 硬猜十字我没有不破一门亲 跟谁过不是过 这是快五十岁的人才说出的话 年轻人不要这么想 一定要非其人不嫁 非其人不娶 看看啊 还有啥举 看看啊 看看啊 还有啥举 看看啊 看形 看色 看太 太是什麽 不要静止的快 看他的動態 太的繁體字怎麽寫 能 傳人寫成熊 看他的動態 我們說以這個運動的眼光 發展的眼光去觀察一個人 那應唱那個借我一雙慧眼吧 什麽意思 其實就是由看向視 慧眼 慧眼是什麽 慧眼就是閉著眼能看到的東西 真正觸覺和視覺練好了以後 這樣就能理解古代有懸思枕脈 隔著簷子給人看病這一說了 是吧 我不需要肉眼 我也不需要跟你肢體有接觸 我就能能够得出一些相關的結論 這就是我們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視自己的這些 修身課的這種鍛煉 平常呢 所有這些東西回來以後呢 就有一個什麽 什麽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因為心不在焉 心不在那 我們待會兒給人耗賣 心裏還想著股票 股票好像又反彈了 不是從1949點反彈了是吧 兩千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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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要入市了哦 心裏還想著股票 別人問我什麽賣 跳得不錯 一分鐘挺規律的 是你按到我的表上了 心不在焉不行 那麽我們現在心哪去了 心哪去了 這裡我說一句話叫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 合起來就是失落的魂魄 失落的家園 失落的世界 失落的spirit 啊 這裡面有個故事啊 是我跟那個 就說這個 這個人的這種 金和神的這種關係 呃 這是我那個 在海南見那個百歲老道長 張志順說的 說他有一個 以前有個道友 在廟裏面做飯 還是打雜 他一年能挣 大概是六塊大洋 不少了 他就等著攒這六塊大洋呢 過年回家去看一下父母 是吧 因為這道家還是講親情的 不像那個 某些家 頭髮一剃 誰都不認 結果他快到 就是過年回到家 快進村的時候 憋不住了 就上一趟廁所 廁所那農村的廁所 都是大家可能一見過 打兩條板子 底下就是個糞坑 甚至底下還有什麼 動物在吃 是吧 結果這一解褲腰帶 六塊大洋 加上那個口袋 盆 掉進糞坑裡了 糞坑又很深 然後這哥們就 乾脆家也沒回 因為什麼 錢也沒帶 就沒好意思回家 就回到廟裡 回到這個道觀 回到道觀 回到道觀以後就一病不起 一病不起 哎 眼看就是 一點一點這個 到家都懂醫啊 吃這藥吃那藥 就是不行 最後他的師父去問說 到底咋回事 他說這個六塊大洋 就沒了 後來他們說那怎麼辦 咱們兄弟幾個湊上六塊大洋 給他不就完了 你們猜怎麼著 不管用 後來他師父就說得了 我們去那個毛策吧 然後花了一塊大洋 雇了幾個工人 逃乾淨 第一先把這毛策這個糞 買下來 是吧 這是歸誰家的 然後就掏乾淨 掏乾淨以後 終於把那個口袋就掏出來 掏出來以後洗乾淨 把那六塊大洋拿出來 上面 纏繞的 你們知道什麼 纏繞的是 血絲和脂肪那個黃的那個油絲 這六塊大洋和這個口袋拿回以後 這個人才起了 那些東西 那大洋上面纏那些東西哪來的 現在流行叫無線充電知道吧 你就想想那個人躺在床上在幹嘛 發射自己的精神魂魄 往哪發 往粪坑裡發 往粪坑裡邊什麼發 往大洋上發 然後無形的精神魂魄 又結成了有形的精 就在那纏繞 最後這個人這個東西要拿不回來的話 這人就死掉了 這個事情說起來像傳奇 但是我們想一想 大家現在的精神魂魄在往哪發 為什麼我鼓勵大家看書不要看電腦 我告訴你 看電腦電視的感覺是 那裡邊有東西在吸你 而看書的感覺是 你在吸它 你說 科學家說拿出拿出證據來 勸你大家的證據 沒證據 是吧 因為我們講感覺這個事情吧 就是跟唯有主義很衝突 那我們舉個例子 我昨天說了 我說科學連狗都不如 你幹嘛要老說要科學 請問當一個人發燒40度的時候 你可以量化 是不是可以量化 體溫計一測40度 但這個人什麼感覺 我們中央有個行話叫霧寒 霧寒發熱 是吧 身體物質狀態是發熱 但主觀感覺是什麼 請問 你是以客觀指標為依據 給他加冰塊退燒呢 還是以主觀感覺為依據 你霧寒怕冷 我就給你吃點熱乎藥呢 誰敢說不一定 所以 以西醫量化的指標而言 你就會給他用什麼抗菌素消炎藥 是吧 甚至用冰符 你看那小孩子 你看現在那個當歸啊 搞這個 昨天那個當歸的幾大 北京的幾大中醫學湯 人都聚齐了 是吧 當歸就搞個育兒 你看那些可憐的孩子 到兒童院 書頁的孩子 腦袋上浮一個冰冰袋 是吧 退燒了 中醫看什麼 可觀指標是40度 但是主觀感覺是怕冷 我就給你用麻花湯 桂枝湯 我給你熬姜湯 熬紫蘇葉 吃了以後都讓人發熱點 然後什麼 體弱攀炭 汗出而散 你拿你那套 客觀指標的東西 指揮我中醫 你不把中醫搞滅絕 才怪 是吧 胃寒多少毒 那我治過患肢痛的人 什麼叫患肢痛 大西安里內猛 大西安里內猛 就是大西安里的西側嘛 屬於內猛 來一個伐木工人 胳膊沒了 就伐木時候 讓那個樹那個順山倒那樹 那給膩了 倒在他身上 斷了 每天晚上都被這個 中指的那個巨痛兒 驚醒 疼的就睡不著 客觀指標在哪 客觀指標在火葬場 那胳膊已經火化了 主觀感覺是疼 怎麼治啊 你跟我扯什麼扯 怎麼治啊 扎對側的足的中指 這跟我們說 蚊是受同一個中心控制一樣 你走路你為什麼不這麼走啊 是吧 你為什麼這麼走啊 那說明它是受同一個中枢控制的 那這兒的疼痛通過刺激這兒 就能夠得到 中醫叫謬刺 謬是錯誤的意思 是吧 就是說你哪疼我不扎你哪兒 曠天你那兒還沒有了 那換句話說 頭疼呢 頭疼就扎頭啊 所以中醫這門學問是那幫蠢 或匪夷所思的理解不了的 是吧 還拿客觀指標 客觀指標稍重即逝 打飛碟 是吧 那女的那張沙 啪啪 靠意識打 客觀指標打 今兒風速多少 啊 子彈多少克 出槍速度多少 然後 打吧 所以人的這種主觀那種感覺是 比我們後天那種蠢笨的意識要強 不知道多少倍 不知道要多麼靈敏 多麼精確 我們我們現代人把先天的這種本能放棄掉 去發展那個後天那種意識是極其蠢 極其蠢的一種做法 是吧 但是你要說那我以後就憑感覺活著了 不要意識了 也行 做個實驗呗 看看你活得久還是我們活得久 是吧 什麼意思 一杯水很燙 碰了一下就收回來了 留下了認識 認的這個杯子 然後它是熱會燙火 我就不碰它了 對不對 你說意識沒用嗎 那我不要意識 不要認識 以後還碰 碰完再燙一下 是不是也是蠢 也是蠢 我看看 這就說了個 這才說了個絕 這才說了個絕 來我們說一下感吧 感就到了什麼 你這個傢伙被狐狸精勾了活兒了 描述到位 是吧 描述到位 我經常說你要分析男人的所作所為 你一定要分析他是 動了欲了 還是動了意了 還是動了怨了 是吧 不一樣 你完全就性欲來了 動的是破 動的是破 人還是個動物 他那種性欲衝動來了 他找了個女人 這個事兒有一個檢測的辦法 射完精以後 啥狀態 我們都累 我們都累 我說射完精以後 對那個女人的態度 基本上都是趕緊拿錢走人 可不可以一腳踹下床去 什麼意思 在他性欲被激素衝起來的那種狀態 和性欲卸掉以後的狀態 他完全不一樣 是吧 那我們就分析 這個人動的是破 動的是欲 那個事兒完了以後 如果還很恩愛纏綿 那就不一樣了 那說明什麼 你對這個人的態度不是荷尔蒙決定的 荷尔蒙已經沒了 那為什麼還那樣 那你就說你對他動心了 所以欲望和感情完全是兩回事 我們現在很多人 把這個混淆在一塊兒 前兩天我看了個長篇文章 就那個中央編譯局那個局長 然後跟他招了個博士後 還是我們泰原人 七八年 兩個人搞了一些事情 然後那個女博士後 把所有的精力全給公佈出來 我後來一想 你說你幹嘛 那女的是提條件 跟人要一百萬 然後把她調北京 不滿足就公佈 然後真沒滿足 我真給公佈了 你說我說你這哥們兒圖的是啥 這女的啊 咱們說這女的圖的是啥 是敢嗎 是欲嗎 那啥 特別這個 我是博士後 我要博士後工作站 我要留北京 我要家裡要簽過來 你真為了那種感情 那好過一段也算好過吧 留下個美好回憶吧 是吧 這兩天又必謠了 說是她是在精神抑鬱恍狀態下寫的小說 哎呦 我一看這編譯局長牛逼 幹 上面是個閒 什麼意思 掛相 是掛相 掀掀 閒掀 閒掀 什麼掀 我看有知道了沒有 嗯 少女說對了 還有個啥 叫啥 哎 就是少女跟少男產生的那種狀態 就叫閒 為什麼廣東人把這種文學叫閒詩文學 就是那種 這還不是老年人互相黃昏戀 老年人的黃昏戀都基本上都很糾結 是吧 沒有什麼美好的感 因爲什麼生理基礎不支持 離開了生理基礎說心理我個人認為都是胡說 就是最美妙的那個說的那個什麼少女不散淮春 什麼少男不是什麼那個狀態 所以那種 所以說敢肯定要有兩個 單相思 你看那哥們躺在廟裡 那像糞坑裡發射電波 那不叫敢 也沒硬 他要硬了以後那個銀員那兜子就飛回來了 也沒硬 也沒硬 所以這種感呢 是一種很美好 少女怎麼寫 是吧 道德經怎麼說的呀 道可道非橫道 明可明非橫明 有明萬物之始 無明萬物之母故 常有一觀其角 常無一觀其妙 然後呢 此兩者同出而易明 同位之旋 同位之旋 旋之又旋 旋之又旋 這一句話就把道德經講完了 跟文字屁點關係沒有 通篇就講到 你能夠敢到那個妙 就齊了 其他都是瞎掰 那你怎麼能達到這個感呢 感的物質基礎是什麽 最後通到魂 什麽叫感應 有了這個基礎做支持 天地的變化 你會有預感 將來的發展 你會有預感 對人你會有感 中國的這種地震 預測都被壟斷在國家公權 但是從來以前 這都是屋的本分 一個有感的屋 他會預測出很多災難 事件的發生 然後帶頂全體部落的人去走 去避難 去遷徙 去定都 商朝遷都遷了多少次 為什麼 因為商朝還是一個神權社會 像一眼這樣的大巫師 能在國家決策中 起很大作用 舉個簡單例子 很多人晚上睡不著 睡不著 調一下床的位置 就睡著了 我有個同學 現在都博生導師了 他特別孝敬他奶奶 因為他小時候 他媽父母對他不好 奶奶把他帶大了 奶奶到六十多歲以後 開始通神通靈 就是一超乎的敏感 他奶奶晚上經常把他叫起來就換家具 就是重新擺放家具 半夜挪家具 挪完了以後 奶奶就好好睡一覺 不擺這種家就睡不好 所以說風水也好 這種堪育也好 整病也好 靠的最高境界 靠的是個桿 這種桿 那你說為什麼擺這兒 為什麼不擺呢 我們現在都是一走哪兒 你看左青龍又白虎 背後震山腳上踏一條河 多好風水 好個屁 我去秦始皇林參觀 就是秦始皇那個陝西 解說員跟我說 我說風水這麼好 秦始皇 大兒子普蘇被殺 胡海也被殺 傳了他媽十幾年就完蛋了 好個什麼好 是吧 風水是無形的東西 需要看風水 那人有超強的感 然後現在都擺成了這種格式化 那故宮風水好不好 三百年前清朝開國時候也那樣 三百年後還那樣 那為什麼變成這樣 不是形變了 是背後那種氣和神韵變了 而氣和神韵 拿來讓我看看 蠢豬嚇了你的狗眼 這不是肉眼能看到的 這是我們講的感 是吧 這種感呢 因為我們講精這個東西 還是有個有形的東西 是吧 咱們活著離不開這個肉身 按道家想 我們這肉身是修煉我們魂魄的一個頂氣 是吧 是一個爐頂 你借著這次轉頭身為人 好好去修行 夏威爾沒准變成個貓兒狗兒 他修行就比較困難 這叫行 這是行 那麼背後的這種氣啊 神啊 魂啊 都是有一種感 這種東西我上大學 因為我87年 儘管86年演講 被批判 推遲了一年入黨 最後我還是87年就混入黨內 唯物主義者 那會誰跟我說氣功啊 說這些特約功能 我都認為是騙子 不相信 但是有一件事讓我產生了動搖 就是大概88年的時候 有個氣功師叫嚴心 跑到中藥大學去做演講 是吧 我們校長呢 就我剛才說那個 私奔的那個 他兼那個氣功協會秘書長 所以他晚上就請嚴心 給中藥大學師生員工做個報告 我就去聽 聽以後 在雲山霧照胡說八道 我就回睡覺 沒搭理 結果我妹 徐波 很認真地就坐在那聽 大概過到十一點 就子時了 嚴心說一句話 嚴心說 你們現在啊 留下的都是這個 留下的都是精英 我現在給大家帶一下工 然後你們家裡誰有病的 想一下我現在給發發工 當時我媽在大同呢 我媽一直是慢性的一個千言性肝嚴 就是老是那種辦病退在家裡 結果我妹就在那想我媽 當時也沒有什麼電話什麼的 就後來寫封信 說幾月幾號幾點幾分 你有什麼反應 我媽說我平常都睡得早 九點就睡 結果那天十一點起來 上途下心 這發生在我們家裡的事 哎 我就說這有點怪了哦 不好解釋 第一次動搖 第二次動搖就是我到美國 到美國 不是大家講座那邊 我碰到那個周韧峰老先生 周韧峰老先生 一個是治好我的嚴重的抑鬱症 救我一命 然後傳授我這個 練武琴系啊 練這個診病啊 就是我現在這種點穴 都是跟他學 但有一件事呢 就是意外的事 就是98年3月份 我們去舊金山開世界七公大會 就是全世界牛鬼蛇人都去了 就說這個嚴心這個事啊 嚴心這事還沒完 嚴心講完做以後 錢包沒了 嚴心就說 哎呀真不好意思 到你這拜碼頭 你說言語多有得罪啊 跟我們的高院長說 我們高院長立馬就知道誰幹 就把當時我們八一級的一個師兄 叫劉東 這個人是天生特異供 劉東你把那錢包給人弄哪了 他說他說話太狂了 我給他扔房頂上 就李唐那房頂上 然後到李唐房頂上 把這個錢包給取回來 這是我親那個 我媽這事是我親身經歷 房頂扔錢包這事時候聽說 後來就是98年這個世界七公大會 當時我這個師兄劉東 就從法國參加這個會 他當時已經離開大陸 到法國去發展 因為我們都很熟 然後我就請劉東 還有周老師 還有美國針灸協會的會長 叫Yanny 他是一個集註整形師 但是他學針灸 我就請到在俊金山一個中餐館 我們吃飯 現在照片還有 還有 當時我跟Yanny介紹說 我說我這個師兄有特異功能 但我也沒見過 我說他能認字 拿手認字 Yanny也說不可能 我說那咱們就試試吧 然後呢 我就讓他撕了個紙 他到餐館外面寫俩字 揉成團 交給我 我交給劉東 劉東就坐我邊上 我知道這個事能做壁 是吧 偷偷打開看一下 但我就死盯著他 他就把這個紙拿在這兒 放在這兒 周老師坐哪 周老師坐劉東邊上 周老 這時候讓我驚訝的一個事是什麽呢 當劉東開始閉上眼要認字的時候 周老開始往那一坐這 我誒 我說這乾嘛呢 待會兒 劉東額頭微微出點汗 一睜眼說我認出來了 讓周老說吧 然後呢 周老是就很鬆弛一笑 你說吧 他說他寫了兩個繁體字的針灸 外國人學很虔誠的 同事們看一下 這面是個什麽字 看一下 扎針是乾嘛呢 通神的 我們這簡化字 把這些東西就變成車子了 背個十字架 打開一看 針灸 這個事兒劉東認出來 我一點都不驚訝 但是周老是在沒接觸這個東西的 沒接觸這條情況還認出來 太神了 我想像這兩個人的神在某個時空在那碰面了 男人一看 針灸 你說吧 你說別客 你說 是不是 所以神這個東西 這是我接觸 我爲什麽從一個堅定的 維護主義者變成了現在一個 近乎神棍的一個人 是因為 確實有很多東西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是吧 而我自己在後面跟著老师 這麽修行 行醫 學習過程中 經常會出現這種感 包括我在讀 九八年我回國辭職以後 自個就休息了將近一年了 九九年我才辦到候補研究所 那段時間我在家裡讀書 讀到懸浮帶者湯的時候 我突然明白 君臣佐始是怎麽回事 就說你現在給我把藥換了 我建在你一個方子 我能跟古人對上 在那一瞬間 我趕到我的桌子邊上 坐一個白胡子老頭 就看著我笑 這他媽不是幻聽 也不是幻事 就是那種感 然後那種 突然明白了 古人組方子的那種 就是背後那種思想 那種快感 那種感覺我覺得 可能要超乎一些 一些其他 這樣你就能理解 為什麼那麼多人寂寞的 在荒山野外廟裡面 在修行 是吧 女人也不要 也不吃肉 也不吃什麽 他們在追求什麽 他們在追求一種悟的快感 而這種悟的快感 還是那句話 匪夷所思 沒有這種修行人 你也別去 這是我讀書的感覺 再一個舉個簡單例子 我經常會診病時候 不問人家 直接說出他的病因 也就是說抑鬱症的人 你不要在我裝 不是抑鬱症 因為很多人 你看著 很高興 我這個老公好 孩子好 我也好 我說你育了 好久了 我吃白油姐的 還有比如說一摸肚子 人都八夜十五過了好幾個月 都快過元旦了 我說你別吃月餅了 這句話說出來之後 我都覺得後悔 我說這媽的八夜十五都 過多久 人還說 我這生月餅不捨得到 我昨天吃了 還有比如說我去看病 走到去診所的路上 突然想起一個人 這個人是我的老病人 但是我很久沒有給他看病了 然後一推診室的門 那個人就坐在那兒 學生沒來急預約 但是我是在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專注以後出現的感 出現的感 這個功能後來跟我們家老太太交流 我媽是有這種感的 包括巡伯也有 他們倆為什麼交流 我是後來這麼男的 都是遲鈍 我說過烏都是女的 所以咱班女生多 所以這個人應該胸口有點隆起 我媽是 我小時候親親其主記得 只要她做夢一打架 第二天家裡 肯定鄉下來客人 這履试不爽 然後我媽是個很孝順家裡的孩子 她的奶奶她一直在供養 然後她那天早上起來 突然起來就哭 我們就很奇怪說怎麼了 她說我奶奶走了 她就夢見她奶奶看她一眼 然後擰著小腳蹬蹬蹬就走了 她起來就哭 到中午爆桑的就來了 所以這種東西都是被我們後天的 教育意識活活壓滅的東西 我們希望大家在修行 恢復絕的基礎上 逐漸在恢復感 然後你把你的感別用的預測 哎呦股票要跌股票要漲 給人看風水人 最後都瞎 給人算命人 最後都什麼斷子絕酸 你別用在這個事上 用在什麼 用在自己正道悟道上 是吧 悄悄聲悶聲發大財 偷著樂那是最高境界 是吧 所以這種的樂趣 不足以外人道 頭兩天的課 還是有點試運行 希望大家能夠滿意 我回去以後 我佈置了作業 我吃過的最香的三頓飯 一個月之內給我交上來 一個月之內 其實寫這種文章 是跟自己內心的一個交流 我這麼做是有目的的 交流了以後 讓你慢慢回復自己的知覺 好了 下課 謝謝各位